究竟是什么让酒精骨鱼界的带大王受惊问呢 能让阿月 阿南 阿仔如此失态的神秘生物是什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原来阿月 阿南 阿仔三兄弟趁着今天天气不错 出发来到水田里搞点鱼吃 走了一大圈 收获不是特别理想 看来今天的鱼肉大餐要泡汤了 看来今天要有肚子了 这一片检查完了 还是收获不打 三人准备换个地方去捕鱼 就在这片开阔的水域 平静的水面突然翻起了浪花 差点把酒精战场的三人吓坏了 看来今天遇到大祸了 由于猎物藏在水面之下 目前只能试探一下 谁也不敢傲然上去 只能看到水面翻动 看不到猎物具体方位 在东南亚水域中 遍布危险的生物 所以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因为一不小心 有可能猎人变猎物 下面的画面变成你 最终还是阿南年轻气盛 这波操作我只能给你满分 原来是一条的鱼 不过在阿南眼力简直小儿科 直接拖着尾巴就出来了 这个时间猛兽 做梦也不会想到 作为水中霸主 竟然会有这么具有 侮辱性的一天 这招情拿嘴 又是阿南的加分相 一条鳄鱼 在他两个手里 就这样轻松被制服 真是绝数逢生啊 做一条顶几十条鱼 就这样 三人轻轻松松 又一次维护了村子的安全 给热鱼的嘴巴 来个五花大宝 给热鱼的嘴巴 来个五花大宝 收摊回家 又是一顿辣餐 收摊回家 又是一顿辣餐 真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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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